加州理工学院算是在科学界之于世界的领导地位之一 是重要的学复之一 这些年事实上Caltech对于 Caltech就是加州理工学院 对于两岸的科学方面的发展 事实上有很大的贡献 我现在就提一下 据我所知目前在推展的一些科学方面的一些共同的合作计划 首先如果是在有关大陆方面 Caltech最近在建设一个30 Meter Telescope 就等于是世界上全世界最大的天文望远镜 那这个计划需要1 Billion US Dollars 所以需要各个国家加入 而不是说单单在美国就能够把这个30 Meter Telescope建立起来 那这个如果建立起来会对于天文物的方面 极为重要的划时代的贡献 那目前Caltech等于是跟世界各国做一个合作 那在30 Meter Telescope方面 大陆 中国大陆事实上加入成为正式会员之一 所以在这方面有密切的互动 跟加州理工学院在推动这个建立这个30 Meter Telescope方面 就等于是变成partners 大家一起在做这方面的研发 那这是在天文物理方面 那在宁泰物理方面 像我个人是 我做的是宁泰物理 那我是实验方面的宁泰物理 那现在中国大陆在推动在安徽合肥建立一个国家的高磁场实验室 那我算是他们的国际顾问之一 那每一两年我会去合肥一趟 然后跟他们看他们的发展 然后跟他们交换意见 这是在国内就是我比较清楚的部分 有关物理方面的 那至于跟台湾的话 最近呢 我是帮忙参与 跟国科会一起 推动一个全面的 台湾以及CELTEC方面的科学合作 这个合作是多方面的 首先呢 也跟天文物理有关的是一个 很重要的方面之一 重点方面之一 那现在CELTEC跟台湾的 天文物理界已经有一些 一起写一些研究计划 有些是在美国已经被 已经拿到经费 那有些合作的研究计划 是在国科会申请 那应该也是不久可以被接受 那这样就是两方面就真的变成 一起合作在天文物理方面 那主要是台湾会派一些优秀的学者过来 在这方面的专家过来 然后CELTEC这边呢 就是他们在硬体方面是非常先进的 所以可以帮助台湾的 台湾的学者跟学生 等于是增进这方面的知识 然后他们也可以共同合作一些计划 那这样台湾方面也可以加入 CELTEC有很多天文的观测台 那这样子台湾也可以积极加入 经由CELTEC而加入这些重要的天文观测台 像可以用CAC Telescope 那是在夏威夷的一个 很重要的天文观测站 还有其他各方面 台湾也可以间接地变成 这个30 meter Telescope方面 等于是也可以经由CELTEC 跟这个最前端的天文望远镜方面 将来也有机会可以用得到 所以这是在天文方面的 一个大规模的合作 那另外今年2月呢 台湾就国科会 以及台湾各个重要的研究大学 科技大学方面 台湾的重要的就是 像台大清华中央大学 交通大学 这些学校 他们组团来CELTEC 开了一个特别的学术研讨会 主要强调的是在能源方面的研究 那现在已经进入国科会 就积极地推动 变成两边很多教授 台湾的教授 加上CELTEC这边的教授 一起写研究计划 然后现在就是在 第一阶段的研究计划 正在审核当中 那我们是非常高兴说 应该会有很多教授们 会一起做长远的合作 我想这一方面 在能源方面的合作 事实上将来对台湾的发展 是会非常好的 那另外呢 我也在帮忙推动一些 其他的方面 像奈米科技 以及还有像 古关地球的地震学 板块学方面的研究 还有弦论 这些都有台湾的学者 经由台湾的国科会的龙门计划 然后送他们的研究生教授 还有博士后的研究员 到CELTEC来这边做研究 那这些就是真的是相当多领域的 各方面的合作 那我希望这个对于将来 对台湾有很大的帮助 尤其是就算台湾的现在年轻一辈的学生 不想在 未必想在美国念博士 至少呢 他们有这个机会 来美国的第一流大师 然后能够在这边 做研究 做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这对他们将来认识一些 科学界重要的人 教授 还有就是吸收 这边做研究的一种精神跟方法 然后再回到台湾 能够帮助台湾 我想这都是 应该是对台湾 台湾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那对CELTEC来说 我们也很高兴 因为他们这些年轻的学生 学者都是经由严格筛选以后送过来的 所以都是非常优秀的 所以等于是我们也能够得 得天下英才而交织 我们得台湾的英才而交织 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那就据我所知 这是目前CELTEC跟台湾以及在大陆方面的科学合作的进展 我在1989年到CELTEC算是物理系唯一一个女教授那个时候 那后来成为物理系一百多年来第一个拿到终身值在CELTEC拿到终身值的女教授 也是CELTEC在多年来第一个亚裔的女教授 那事实上CELTEC里头的所有的华裔教授们 事实上对CELTEC都有非常非常杰出的贡献 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一流的学者 我们TRAINCELTEC多年来就是各个科系加起来只有280个教授 所以事实上从助理教授、副教授到正教授整个加起来只有280个人 所以各个领域就是会被雇进来当教授的CELTEC 都算是各个领域的专家 那我刚到CELTEC的时候那时候有几位前辈他们在CELTEC已经待了一段时间 他们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杰出而且非常受人尊重的 譬如说那时候有一位教授Sunny Chan 他是化学系的 他事实上在CELTEC做了很多事情 也当过这个FACULTY BOARD 算是President of the Faculty Board 而且他对学生非常好 学生都非常喜欢他 然后还有他在化学上也是非常杰出 后来他从CELTEC退休 还回到台湾当中央研究院副院长 当了一段时间 然后还有一位教授吴耀祖教授Ted Wu 他也是一个非常受人尊重的前辈 那他现在也是退休了 但是他在流体力学上面算是权威 然后也是对学生极为的好 我想就跟华人有这种 对于这个师生关系非常重视 我想很有关系 因为我们认为师生的关系算是五轮之一 那所以对于这些教授们 他们真的是对学生非常照顾 而且很有这种好的那种学者的风范 然后另外就是这些年像还有一位欧玉林教授 他算是在Planetary Sciences方面算是专家 他不久前选上中央研究院院士 而且也是选上美国科学院的院士 他是在做Exoplanets方面算是权威 然后也是一个对学生非常照顾的教授 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华语教授 对学生不是好的 我想这一点跟一般的美国教授可能不太一样 然后呢跟我比较同辈的 还有在电机系有一位黛玉昌教授 他是在Nano Mechanical方面是做得非常非常杰出 那他是电机系的 但是他这些年呢 他把他这个Nano Mechanical方面的技术呢 推广到Neurosciences Research 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教授 还有在应用数学系有一位教授Tom Ho 他也是他算是在Fluid Dynamics方面也是专家 然后他不久前也是选上中央研究院院士 然后也是也选上美国科学院院士 也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教授 人也是非常非常好 还有是我想想看 还有在其他领域 我是在物理系 那么我做的方面是灵态物理 那另外呢 我们物理系现在有位年轻的教授 他叫Yang Bai Chen 那他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 他做的方面是在理论方面做重力波的研究 Grevitational Waves 另外还有电机系还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教授 杨教授 他算是电机系出身 不过他也是应用他电机系的知识呢 把他应用到生物科技方面 也是做的非常杰出 然后另外应用物理系以及生物系 还有两位年轻的System Professor 那这些都算是在年轻一辈都算是非常杰出的 就是后期之秀 那所以 overall 我觉得华人在华裔教授 事实上这些年在Caltech 事实上有非常大的贡献 当然大家也都知道 从前是前学生 他算是他也是Caltech毕业的 所以我想整个在Caltech 华人教授 在教育方面以及科实研究方面 都有非常简厨的贡献 他不会有完整的贡献 是